这俩哥们丝毫不顾及牛顿的感受 竟然在半空中吃起了烧烤 吃饱喝足后 竟然还两腿一蹬 做起了美梦 这事还得从白天说起 洁癖的迪家好不容易 用年签将草坪一根根打扫干净 结果一个眉眼力见的胖子 竟然肆无忌惮地踩踏草坪 可把迪家气坏了 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左侯 谁知胖子也是一个左侯 俩人就这么腾空而起 紧接着胖子将双手搭在迪家的肩上 一个借力 直接跳起站在了迪家身上 对着他的头就是一顿猛锤 迪家也不示弱 抓住胖子的脚腕 一个倒挂金钩 跳到了胖子身上 就这样 俩人一步步地往上爬 竟然来到了半空中 牛顿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 等俩人反应过来 开始急速下降 好在被一架飞机接住 这才没有落地成河 俩人又展开新一轮对抗 结果下一秒 俩人被飞机引擎吸住 他们拼命地往前跑 突然迪家脚下一滑 胖子一脸得意 结果迪家稳稳地站在了引擎上 胖子不服气 掏出钥匙 朝着迪家扔过去 结果被躲了过去 钥匙掉进了飞速转动的引擎里 紧接着胖子扔出手机 再次被惊松躲过 胖子变得气急败坏 于是连自己的钱包都扔出去了 没想到被迪家一把接住 更欺人的是 他还取走了钱包里的钱 可就在迪家扔掉钱包时 引擎竟然开始着火 还好俩人跳得及时 下一秒飞机直接发生大爆炸 终于俩个人打泪了 随手抓住一只路过的鸟 俩人就这么在半空中吃起了烧烤 此学你的表情 一定是表情包里的第四个表情 胖子把下一只鸡腿子 放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喝足后 迪家勋不停战 迪是躺在空中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